還有政治迫害嗎 有沒有政治迫害 你們會覺得 這個國家安和熱力 人民過得都非常的虛無 但是 我們台灣 有一群受到 中華民國政府的迫害 我後面寫著 國內人民 什麼是國內人民 就是 現在目前受到 中華民國政府的體制 來破千 來掠奪人民的土地 在目前的狀況 是非常的嚴重 那我是台中 黎明幼兒園 林津南園長 我今天在這裡控訴 我遇到破千之後 我才知道 充滿民國這麼的腐敗 這麼的貪污腐敗 你想想看 我一個幼兒園 接引了四十幾年 忽然間來一個自辦重劃 把你框進去 你逃也逃不了 你就只有死路一條 維京奮鬥了十四年 有沒有用 沒有用 這個國家可以這樣子嗎 幼兒園可以 利用自辦重劃把它拆掉 我隔壁的停車場 可以把它變成 住宅建地 蓋毫羅 你關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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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心安全 運動的意見表 關心的安全 謝謝你 不要過來 不要過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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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過來 好啦 好啦 我喝一下水 好啦 好啦 我來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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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喝水 好啦 好 這裡有水啦 我有oin一下 是中藥啊 活着才有希望啊 好 小心 小心 加油 出來 你加油進來 不要過來 鋪七 絕食 遊行 激動抗議 他是黎明幼兒園園長林金蓮 十年來屢次衝撞體制 為的就是保存這些黎明幼兒園 空白畫面清楚看見 黎明幼兒園四周被綠翼包圍 這間當年被家長形容成 都市中的生態幼兒園 雖然至今還有十多名學童來救毒 但卻面臨拆遷命運 黎明幼兒園佔地一千八百坪 一九七六年有園長林金蓮和父親 共同成立 二零零一年林金蓮取得獨立繼承權 因為疏失建物沒有登記保存 由於涉及利益龐大 當二零零九年重畫時 地主要求拆除 林金蓮不斷上訴 直到二零一八年 法院三審判決 要求拆遷 你不要講了 將你殺我下來 除了法律行動 林金蓮多次激烈抗爭 二零一六年十月第一次失蹤 事後被發現 蹲在總統官邸外要陳情 二零一七年五月 發起全國遊行 想以輿論影響判決 他更跑到台中市政府外 撒明紙泼漆 接著在十月一號三度失蹤 並發表犧牲宣言 沒想到相隔不到五天 他竟然會自撞林家龍坐車 園長唯一留給我們的訊息 就是在他失蹤那一天的那封信 那封信上面就是 承載著他長期受到 重劃制度的壓力 那我相信是林園長已經 心理壓力到受不了了 為保自家幼兒園林經典使出殺手劍 甚至不惜一命相賭 但司法已經做出判決 終究還是無法改變 明明幼兒園拆遣的命運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 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解控 有額外的解控